外媒引述消息报道 OpenAI将于13日发表大会 推出具备视觉与听觉功能的人工智慧语音助理 该AI助理拥有更强逻辑推论能力 且能够协助自动化克服判别讽刺语言 恐成为Google助理与其聊天经纪人Germany的最大威胁 市场谣传OpenAI将抢在谷歌年度 开发者大会14日登场前推出AI搜寻引擎 而这将对于谷歌核心业务带来直接威胁 但OpenAI执行长奥特曼打脸媒体说法 他在社群平台X发文表示 OpenAI13日发表产品并不是GPT5 也不是搜寻引擎而是宛如魔法的星座 OpenAI的官方一证实 当日将更新确择GPT与其最新版模型GPT4 外媒引述消息报道 OpenAI在周一活动可能宣布推出多模态数位助理 这意味着AI可以处理多种输入形式 不仅仅是文字而已 消息人士表示这款AI助理不仅能与使用者对话 辨识物体与图像 还具备更好的图像与语音理解能力 他可以做到AI助理目前还无法做到的事 包括指导论文写作 解决数学问题与侦测讽刺语言等 解决数学问题与于虾 解决数学问题与侦重 解决数学 Parameter 解决数学问题与cards 解决数学问题与替数学 实筧统学问题与的